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觉得社会就是这样 你只能在这个人家说 没法改变社会就改变自己吧 我不辞职 我没上来 我现在没有时间 逃过的睡觉 逢往吧 谈恋爱呗 这个很随意吧 我觉得 基本上是你想干什么 只要不违法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慢慢开始成熟一点 慢慢的长大 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成长的阶段 我觉得大学比社会要简单 纯洁多了感觉 还是挺怀念大学生活的 暂时是暂时啊 不好意思 我暂时回答不上来 我小时候我还记得 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让我们写以后的理想 我记得我当时写的理想是我想考艺校 我想考一个很好的艺校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表演嘛 小学时候学跳舞什么的 然后结果就回忆就被我爸妈笑话 然后就是说 他们觉得考艺校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然后他们就觉得 就是应该正常就是好好学习高考啊 考一个很好的大学 然后就是 然后就或者是读研啊 然后就是走这种路线 我自出生以来就觉得 他说要因为 纯洁多说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然后我就说要努力学习 我就觉得我如果不学习 我以后没出路 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 一想起高中 就是自己的一些状态 一些心里的想法的时候 真的会特别特别的难过 有时候就会 就是难过到变态的那种 特别特别难受 然后有时候会 你可能就是有时候上大学 晚上玩字起书 突然想起来 想起那件事 然后心里就是 就跟用刀在扎自己的心一样 真的有时候想起那段时间 会觉得很不堪忍受 对一些东西 然后也觉得特别的 特别的愤恨 其实还有更疯狂的 我经常的幻想 自己回到那所学校 手刃 手刃基务主任 然后踹开校长的门 对他开几枪 经常的想 我经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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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来就和卖场一样 就是沿途摆满了小棚子 各大社团就是招人做宣传 拿大喇叭喊 然后哪哪都很多人 这种感觉这就是大学生活了 我第一节课我考错就是了 我是想大学的课就是那种大礼堂式那种的阶梯教室 然后好多好多人在一堆 然后那个老师在上面讲 就是各种花 玩出各种花来 然后就是寓教一乐嘛 在里面学 但其实感觉上课那个样子还是高中那个样 然后第一节课老师上来就说 那个这节课大对着书自己做 我就不讲了 然后那老师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然后下边干什么的都有 就是其实还是期待的多一点 我对什么事期待都不是特别高 然后感觉落差感也没大 就是 就是 CERN嘛 反正他给我什么 我就接受什么吧 我觉得挺自然的 肯定不能期望大学太好了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放眼望去 满街都是美女 高楼和街道也变换了通常的形状 湿乎乎的 奇怪的气息 擦身而过的时候 才知道他在哭 故事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我就觉得我大学四年的时间 就是说是 其实为了混个文凭吧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现在大学 给不了我真正想学的东西 有家了吗 宝贝 没家了吗 我家走了 外面你不下了吗 几点 几点 再一个时间 再一个时间 二十二 哇 你别的呢 你就看看这个样子 你别的呢 为什么 这个扎着扎起来 快点 扎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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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子全直 十六 一 没有的 尾扬 不起 不想 你回去 跟他们一样 你回去 可以打报告 毛子在中了 如脸 打湿 来 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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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打湿 我们俩打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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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赶回头看他不让动头 我整个头就是崩在那个地方 不许摆头 不许笑 不许申请乱话 现在终于可以随便动了 小乖 因为物理专业本来就不是我抱的 是我舅舅在我进去参加军检的时候 然后未经我的同意 私自跟我同桌打了电话 然后就 因为他觉得学物理有前途嘛 他以后想让我出国 然后什么什么的 我记得他给我报的前两个专业 他说的是物理和看工 听说大器很好找工作 然后就转吧 就开始转了 但是到了大器之后 他们都是那种六百三四十分过去的 就是拼命学了一年到最后成绩还是个三分之二的水平 就特别特别受打击 这是第一打击 第二打击就是 虽然说大器很好找工作 不过他后面有两个括号 括号研究生 括号男生 然后自己这两个括号都不符合 这是非常打击之二 就今年七月份的事情的时候 就那天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觉得自己这么拼实在是不值的 尤其当时已经开始考研了 就感觉特别吃力 那种高数 哎呀 我现在看的那种导数符号 我头都炸了 真不行 我觉得特别吃力 当时就想自己为什么这么拼 就算是拼上研究生以后 一直要干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行业 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就开始准备找工作 然后但是现在自己什么都不会嘛 找工作别人也不会要 就开始学各种课嘛 学了一些经济学院的课 法政学院的课 管理学院的课之类的 满怀期望地去选上课 但是上课之后发现 学不到什么东西 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那个老师挺好的 但是就是感觉学不到东西 首先就是最想做的是人力资源 然后就是想不管是 这个这个如果是这个职业的话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 我都会去 然后第二个想做就是青岛周边的 就山东省的那种做市场之类的 做市场做客服做销售之类的岗位 然后如果这些再没有的话 那就那就再随便找个地方再说吧 啊 哦 哎呀你不能这么心气呀 你什么都不会呀 什么都不会呀 好什么呀 我帮你帮我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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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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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的时间精力总是一定的 你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这一块 另外一块可能就会忽略 也就可能会就是花不了这么多时间 所以你做的事情 就是说只能去做那些比较重要的 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不重要的一部分 你可能就是不得不放弃 所以说这就是说是 大学的话 你只能就是追求你所最想追求的东西 如果说做自己想做的话 想去闯一番的话 即使是碰到头脑血的 或者说是遇到种种错的 我觉得我自己也能成熟得了 所以我就一直想找自己 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到底想做哪一行 也寻找了很久 也是尝试了很久 但是最后也还是没人找出来 可能是接触太少了吧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一直纠结 就是说今后 我应该做什么 或者我能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拉脸啊 我是太失望了 我就一开始 就是教官说不会跑很多 就是随便走一走 然后他说什么什么地理 什么过雷区 然后什么又看什么 什么污染区 我想的可好了 还以为会放烟雾蛋 烧火 然后有烟 地雷区 你做好地画个雷在地上 你或者那块西瓜皮也行 可是什么都没有 跑过去我都不知道 过完这个区了 看我这一堆 其实我本来这个地方 是拿另一楼树盖住的 然后教官上 把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盖住 其实我的也不是很乱七八糟 对吧 然后放在这里 胡亚 声音 杂地声音 开开 转来调整好啊 哪里啊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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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啊 哪里啊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一起寻找我 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那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毕竟毕竟受这个专业限制 想找一个好公司挺难的 有一个就是人家直接简历就淘汰掉了 然后是我自己跑过去 跟他们那个人力资源部的那个主任 然后交流了一下 然后他说行那就面一下吧 然后就面试聊了一会儿 其实真的特别难 面试过了两次 有一个还没有给通知 是围方的一个 其实我蛮想去的 但是可能人家公司不缺这个稿位 我记得我对工资要求一点也不高 只要有一家公司要我了 然后工作 只要我不讨厌 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 基本上我都能盖下来 是我高估自己了 还是我低估对手 其实现在想想就是 一开始就是以为自己确实能力 挺强的 如果没想到 看周围很多人的找工作 自己没找到嘛 后来想想 其实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强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别人 可能其他人在大学里边 他们是更更关注于学习 或者是更关注于一些 与你的实践无关的一些玩的东西 比如说出去旅游 就是他们本身可能有能力 但是只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发挥出来而已 所以就是觉得可能自己以前对自己的定位有一定的偏差 我本身我是个很有激情的人 我不是很生活事业单位 然后呢 我又这个 我智商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行商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做不了科研 然后我就觉得我来在企业方面工作 海星广场这个培训班它是刚办的 但是今年是第一年 其实这种东西说实话 它主要不是有多看重你的能力 它还是看重一些外在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那天在自习室的时候 我突然在我男朋友旁边上自习 然后跟他说 我说我突然不想考了 就是考那个人力资源证书 然后他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再想想 然后他就拿手机来录音 说说你再说一遍 然后我说 我说行那我再想想吧 然后后来我说行我一定会去考的 但是能不能考过我就不敢保证了 就是当时就是确实那一个周特别特别累 就是感觉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 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我那一个周累的就是攒了一个周的衣服 一个周没洗澡的那种 但是那一个周忙下来就是毫无收获的感觉 就是什么收获都没有 啊 好 可怜的手机 啊 活了 主长要安心一点 我曾经确实喜欢过一个女生 怎么说呢 因为我事先打听过啊 因为那个女生的话 听说是追的人确实也很多 但是我就想这样真一诚意地追 那没有追不到的 我就说即使失败了 其实也没事 也可以把这个事情也了结了 然后我就尝试去追 然后最开始的话就是去 因为不太好 接触没有机会接触 感觉就是挺那种 有缘无分的那种 我觉得老师没机会 后来就想用写信的这种方式 然后就是老师相互了解 但是呢 那个你说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听冷的那种 然后对我写的信的话 也似乎没有反应 这我也能接受 我觉得开始的话 病追的人多了嘛 他那个也对这样也不太在乎 或者也不放在心上 我觉得那多写几封吧 至少得用真心诚意打动他 结果后来写到第三封的时候 然后他也直接回来一句 就只回来一句 然后就说是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要再烦我了 然后这个事基本上就 都治完就已经 画上句好了 我也觉得 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 所以最后我总结这段经历 就是说是 现在我的是印象区别吧 整个过程中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 最后以我俩三封信结束了 There's not working to recruit myjobbute 人生今生细跟大eler 真的 evenings 分耍 头接ere 吴静 吴静 你以五 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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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atroiphant 的各位领导老师教官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的军训在英语绵绵中开始那时的我们每天期待着大雨倾盆可以少训练几天可是现在我们却多么希望可以在那熟悉的训练场上再停留一会儿在人生的每一个庄严的阅兵场上迎接我们的胜利的喜悦 谢谢大家 我们的我们的练长是最好的练长我们的教官是最好的教官我们的方等是最好的方法 希望教官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然后会永远记得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永远记得 我们是最好的爱情的日子 亲近的爱 将近的方 各位同学 14天的军训时光 我们一逢走过 大学时光学习中走好任务 把大学四年的路走好 对大家同样对大家的教科 不留任何的遗憾 同学们大学生活就要开始了 跟着的路院所有的同学 大学四年一路走好 同学们再见 然后连长就说你们回去照一张照片一定要照下来 因为这四年可能都不会再这么正结了 就是一个开始结束了 觉得还是会很舍不得 从大学一点而言就是压力没有多少 当时那种上学的压力也非常非常大的 当时考虑事情的时候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 然后考不上我是不是去什么地方 每天学习试完课去自己试 试完课去自己试这样 然后晚上没有课到一直在自己试 然后到十点然后就回来 但是你可能想 我迷茫了我要学它干什么 当时我们一个老师对我们说 你不管它干什么 你现在就要学习的 你现在只是个基础的 现在你说 你以为从考大学你是多么厉害吗 你只是对不起来说 你只是个本科生而已 请不吝点赞订阅 or nuevo人 新鲜 后来 õ 戴 σε 其实我是来自于一个比较传统 相对来说比较避色和思想比较落后的一个小地方的 在上大学之前或者在头二十年的时间里 其实没有想过以后会走什么路 就是按部就班的父母怎么说 或者周围的人大家同龄人在干什么 我就去干什么 该上小学毕业上初中高中 高中完了高考考个好学校 尽量考好学校然后出去 然后当时真的是只想到这里 然后所以说上大学之后 可能前两年就会 就是处在一种连迷茫都谈不上的状态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就天天在混日子一样 就没有一个想法 然后每天就外界推着你往前走 就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这次旅行之后 它算是一个就是把我的眼界 第一步打开 打开的第一步 就是算是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其实哇 真的是很多元化 很丰富多彩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经历 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 就真的发现之前自己接触的是 太主流 太平淡了 我决定有着想法的时候 是在大三快结束的那时候 我的上一级学长当时他也是在考这个 考这方向 在他之前呢 我们都很很多人 就我们这一集的很多人就认为 就这是好像是遥不可及的 然后离我们太遥远了 但是看着他那个学长 然后从准备到最后一步步的出事复事 到最后录取 就觉得感觉 其实这个事情 你去尽下心去做 去了解之后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那么远 稳定啊 这才拍了几次啊 吃点吧 大伙见 好 拜拜 快到来 你从不独的翻了闪开光 不独的翻了闪开光 你现在想画面啊 前面有一个 在大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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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马上 在小马上 在大马上 一只不独的翻了闪开光 他在寻求 他在寻求什么 反论 他又抛下了 又一个反论 众作在哪 就是这句话 中心的一个字 但他在寻找 对 他在寻 他在寻求什么 他在寻求什么 他抛下了 他抛下了什么 对 你那句话知道 你那么多 就说什么 他寻求什么 攻击了 啊 一下子就 形象就一下 先回去了 然后 就是最后一句 他不是在寻求幸福 也不是在躲避行 在他的下面 是沉寂的 蜜色的水流 在他的上 是蜜色的太阳 这有画面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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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下面 是澄清的 蜜色的水流 在他的上 是金黄色的太阳 他在寻求 对 他在寻求 他在寻求 我 他在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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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验上 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 简单压力 真的 没什么压力 不管和任何人交往 我觉得 尽量展示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活 你有什么能力 你就可以使出来 从这方面 你说 尽情的就是说 把你性格 就是感觉 释放出来的感觉 最远我不爽的 就是在高中 很不爽 我觉得 和他们说话吧 和他们主动打招呼 他们有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就忙着学习了 就 甚至不搭理你 甚至很多 这是很正常 不搭理你 让我学习 那关你什么事 因为你 无论你说话 你也不搭理我 说话有什么用 高中时自己太懦弱了 高中时自己太懦弱了 就好多东西 你不敢于 就是说 去反抗 然后我就跑到学校 大门前 左手朝天 指着校门 然后打骂了 包手一点五分钟吧 就是用我知道最脏的词 用我最大的嗓罗 喊了五分钟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自由的 然后 但是没有 然后我很 我其实挺喜欢尊重的 就人与人之间 最起码的这些尊重啊 包括 我特别希望 给每个事情 到来的时候 我喜欢给它 附加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接受它 但是当时很多东西 都让我觉得 我找不到这个原因 我只能会觉得 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人 他自己的一厢情愿 我当时那么多的想法 那么多的点子 当时都被我压抑住了 但我大学 真的想再拾起来的时候 发现都没有了 就是 就是好多灵性 真的是 磨着磨着 真的是没有了 想拾不回来了 就是你已经被那套 就是思维方式所替代了 就是你想再创造 真的是觉得创造不出来了 从来的时候 你能完成大半岁的任务 你还加上第二个半岁的任务 根本能有一个 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能做自己的想做的一些事情 大雨是唯一的 这么一个在忙碌的时间 所以你必须 我觉得你抓紧这样 是这样的 就没有说要不要的 可以做的什么呢 有很多人可以尝试 这么大雨的时候 学都都可以尝试 就选一语游戏机的 选一计划 选一语游戏 就是说为了 选个大雨到大一次 后面还适得急 你必须考虑这个 我到大四都没课了 我就两个都是先远课 还可以去可以不去的 所以我大四就没事了 你说如果你想 我大四没事我去找工作 你还要上课 你觉得 你觉得心里会好吗 肯定不好说 所以说我对你比较 就是高速机能比较高 挂其他的 还可以远的 挂高速 不好远量的 好 谢谢你小同学姐 就是当走到大四之后 我回首我之前的三年 大家不要具限于自己的专业 你像我现在明白过来 就已经晚了 就是说其他的东西 也要都知道 万一你大一堕落下去 你可能大二大三 就会越往下越堕落 同学型的社团精神中 有一条是充实自我 其实自己想过的事情 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做的也就这些了 我觉得其实每一届的大一都一样 就是当我到大三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当他们09级的抱怨 10级的说 这帮大一的小孩怎么这样啊 一点也不礼貌啊 怎么怎么这么横啊 其实我们想的是 你们当年比他们还横呢 但其实大一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奇 然后有些事情也不是很敢做 但是又有些事情就觉得自己 就是可能真的会 给别人的感觉 其实不是很礼貌啊 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横一下的那种 然后现在回头去看 真的会偶尔会发现自己的影子 嗯 这也许就是当时那个话剧里面说的轮回吧 对学习方面我算是很认真的 这方面我从来不开玩笑的 我觉得很严肃对这方面 我从来不在这方面开玩笑 我觉得这全能计没有空间的必要 我觉得这全能计没有空间的必要 哎呀 好巧啊 哎呀 好巧啊 其实面临的是两条路 刚才说的一条就是找工作 其实还有一条就是保业内生 昨天下午发生了两件大事 在我看来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山东大学那边的电话 说让我下个准二过去参加研究生复试 然后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来自华为公司的 你需要更多的了解自己 发现自己 因为可能在高中 初中小学的路线都给你的父母设计好 而大学呢相对自由一些 你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 更多的机会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就是大学四年大约三年了三年的机店 叫后继果发 我最感恩的一点就是得到了很多比较好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在我以前就是说是很少有的这种机会 我感觉以前的话可能是在学习什么的 人家比较郁闷在大学里边感觉还是很感谢那些机会 你干嘛呢 你如果华为要我的话 然后我就去 如果不要我的话 就把山东大学研究生 就是不管哪个选择对我就是都不后悔 我觉得我就是尽力了 我就是尽力了 哈契扛 他分不再有一次 我最后 那边是尽力了 那边也有改善 每天我们一起 那边也有永远 那边也有永远 所以大家在每个地方 那边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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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all for one A real summer has just begun Everybody all for one A real summer has just begun Everybody all for one All for one All for one 要是有人敢讹你 院团委为你成功 学生会为你出头 实在不行 就让保密学院把他带走 对,带走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要去谈恋爱的话 我感觉很不现实 你说我什么给不了对方的话 你说我谈什么 拿什么谈,没什么资本 如果说我以后真的能学好的 靠我知识的话 能闯入一番的事业的话 我那时候才会去主动去谈恋爱吧 是还可以的 对方给你带走 我的边疏 我们在开火 他的油店主要是恋爱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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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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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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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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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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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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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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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